哈喽,大家好,我是丫头哥 今天我们来到了龙安的这个大江镇 然后来看这个华皮京区的 这边也是华皮京区的一个发源地吧 然后这边相对来说 这个京区的口感也是要好一点的 这段时间在店铺里面下单的朋友也比较多 所以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品质 前面我们发了一批货,有看了一些反馈呢 有些朋友说这个京区水分不足 所以我们停掉了,大概有几天没发货 这几天过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吃了几个 现在这个水分已经上来了 所以需要下单的朋友可以放心下单了 今天我们三哥三嫂还有表妹还有十三妹都过来了 你们两个可以下去尝一下 他们两个是还没有吃过的 飞下去 你尝个,你别看它这个还很轻 但是它水分真的足了 而且甜度也很高 好脆呀 怎么样口感 甜甜的 一点不辣水就没有那种辣水的感觉 而且很脆呀 嗯,好吃 这个真的跟以前我们吃的那种品质不一样 就是,以前我们吃的是那种油皮 这个就,它不是油皮 感觉脆的 又甜的 它这皮也是甜的 一点都不油 来,我摘一个尝一下 真好吃 这个真的是纯甜的 然后大家印象当中的金曲可能都是比较麻口 然后吃起来又很酸对吧 但这种金曲是纯甜的 所以我们店铺呢 也做了个四次装嘛 就是一斤装的 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这个金曲 可以先买一斤回去尝试一下 口感好的话呢 再回购 反正现在我们店铺很多朋友就是买了四次装以后 现在都回购率都是很高了 现在这个口感真的已经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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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很不错 嗯 你咬下去有满口抱子 哈哈哈哈 莎莎说这种绿色的都甜 跟葡萄一样的颜色 哦,这个是一个新品种 还有样新品种 但是口感也是差不多 嗯,甜吧 嗯,就这么绿色的 就这么轻的就甜了 它一接出来就有糖分了 就只是说它外表不是很好看而已 外表是绿色的 看起来有点不敢吃 因为我刚刚尝了一个 我也不敢相信 哈哈 嗯,好吃 嗯,现在就是甜的 好吃 好可爱啊 哈哈哈哈 比你还可爱啊 哈哈哈哈 比我可爱 像这种你看 这么绿的 带一点点黄的 好甜 好甜 我刚刚不敢吃 莎嫂说 你尝一个 可能好甜 哇,水分也足 嗯,现在这个水分真的上来了 还有糖分 它这个你们知不知道 表妹 嗯 是不是胜过你那个 谈过恋爱吗 嗯 如果你没有谈过 那就可能那种感觉 你说不出来 哈哈 我跟你们说 这个还有个特点 它这个树可以 开四次花 三到四次花 这是第二批的了 第二批开的花 第一批他们摘走了 这应该是第三批 还有第四批开的花呢 它开一次花接一次果 它不同别样 对,它孰了摘一批 哦,它是分那个 分时间段来的 哦,它这个时间段 就开一些花了 然后过下一个时间段 又开一些花 嗯嗯 怪不得 它大有头皮花 嗯 开吧 要间隔二十多天 又再 又开一次 又开一次 怪不得它这个周期很长啊 嗯 它要继续方便 继续不到位的啊 也不好吃对吧 那你 要吃这 这里的 哎呀,这个好甜啊 就是面板 比较的 那 那 你吃 吃一下那口感 可可有 不一样的 啊 不一样 它这个一咬下去 那个皮啊 就是感觉 那你 你吃这个 有什么区别 也是一样的片子 一样的 嗯 你咬 你咬下去第一口 那个皮就 味道就不一样 那个皮有点呛 看这个有气味 嗯 这个有气味 也是一样的片种啊 但是 种这里 种这的感觉 一定要讲技术 技术 嗯 没有技术 你种不出那个 口感好的 哦 鱼流 水果 哦,这种种的不一样 这是我的 这是另外一个人 这个 这个还有 有点点气味 嗯 你吃一口 你都知道 我吃了 因为咬那个皮的时候 有皮的味道 嗯,但是它的糖度不够 还有那个化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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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